那一个学科学人讲政治话 就有政治动机 所以亮亮 国正亮 他的推断就是 他一定有政治企图心 那就是是不是看好 陈时中那个位置 这个是很特别的 好那问题就在大家就问说 那如果高端 因为陈时中已经跟他买了500万计 那如果打不出去呢 这一些强迫推销啊 对那这个合约 而且不会打不出去啊 阿兵哥会打 我如果我的儿子在当兵的话 你给我打看看 他要逃兵是不是 不是我跟你抗争到底 因为你要我的儿子打这个针 你要经过他同意 他不是因为他是兵 他就必须要打高端 谁规定 中华民国哪一条法律规定 当兵的就一定要打高端 谁规定 你打看看 他不会规定啊 但他又用一些手段 让你不得不同意 刚刚朱凯翔就有讲啊 他试看看 你以为每个当兵的没有爸妈妈 当兵的有爸妈妈 爸妈妈也不是吃素长大的 我是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如果用军事的命令 强迫士兵打高端 你试看看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不过我儿子已经退伍了 但我如果儿子还在军队里面的话 他用强迫的命令 叫我儿子打高端 这个要试看看 我觉得民进党不要以为 你可以嚣张到这个程度 因为父母不会是吃素的 我告诉你 因为父母碰到孩子 打都打死人了 你说没有关系 你也没办法说有关系啊 你可以说不一定有关系 但是你也没办法说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有人晕倒 有人昏了 有人死了 你不能够说他有关系 你也不能够说他没有关系 因为这一些都要科学证明 也就是你陈思忠 你必须要拿出 非常明确的科学证明 说他的死亡跟打高端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你要做到这一点 这样子大家才敢打嘛 那如果你只是说 你不能证明有关系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你必须要跟我们证明没有关系啊 我们重点不在于 你要跟我们证明没有关系 那问题就在于你陈思忠 你能够证明没有关系吗 那为什么 他好好的然后跑去打 然后死了 然后你说是心肌梗塞 那如果他没有去打 会不会也是那一天会心肌梗塞 还是不会心肌梗塞 没有人知道啊 但是我们只知道他有去打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科学证据 证明彼此之间没有关系 你才能够说服我们 更何况最简单的 有效性可以用推估的 就是有一天啊 我跟朋友们做一个介绍 有一天我跟千惠说 千惠这个题目你做一下 题目那千惠做完了 哎呦我说你可以考上台大 那个医学系了 千惠说为什么 因为我按照你的答案 推估你已经可以进台大医学系了 所以这是推估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最后还是要进入联考 去大家去比拼嘛 你不能用推估的嘛 同样的道理 这个东西可以推估吗 何况高端有比德国的 应该讲ACU ACU 他的这个厂还要高明吗 可是当他的一二阶段都通过 而且数据很漂亮 做临床的时候四十几趴 所以没有通过 你就可以知道 最终还是在第三期 高端做完第三期再说吧 那么急干什么 好我在这边谢谢神人紫阳 他又抖内进来 而且他说因为看到赖教授 他就有巧心还有千惠 他就会抖内 所以神人紫阳 谢谢你今天花了好多钱 那个我们其实说到了 这个李秉颖医师 我一直觉得 因为之前在节目上接触到的 他其实基本上都还蛮专业的 很专业 可是你后来你就会发现说 他怎么越来越歪 那讲的这些话呢 都有点似是而非 所以巧心他看来是真的很有 这个政治目的 对不对 他想争大胃 李秉颖只要碰到高端 基本上整个人就糟了 比如说呢 当时为了BNT的事情 他还去指控人家说 这可能过期了 后来呢 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嘛 对不对 那这跟高端当然有关系啊 因为BNT没有及时的到位 那现在我们就剩下 高端疫苗可以接种嘛 所以刚刚教授讲到就是说 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 去强迫每一个艺难 可是呢政府怎么做 你知道民进党政府是没有下线的 他就要求你捅鼻孔嘛 就一直叫你说 你要一直快塞 一直捅你的鼻孔 那你受不了了觉得 好啦 两手一弹那我还是打好了 可是问题是说 你看李秉颖 他早就已经在打预防针 从晕针的事情开始 他今天早上 接受周玉寇的广播的时候 他就讲说有人猝食是正常的 就是说这个是都会有吗 可能有也不一定会有 结果马上第一天打的 就有人在打完之后 凌晨就不舒服 今天就去世了 所以虽然说他说什么 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关系 大家记得吗 一例一休的时候 过老死的问题 是不是有资方 也在这个民进党的 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 讲说 直询的时候说 过老死是你本来就有病 所以你所有的 AZ的疫苗的问题 任何的疫苗的问题 有人去世了 哪一个你有出来承认 经过科学检验之后 承认说是跟疫苗有关系的 没有啊他们都说是有本人患有慢性病 有一个这个他们的朋友 这个绿营的 我回去看他的立场 我就不念他的名字 他说在脸书留言说 我管你什么政治正不正确 昨天打了高端疫苗 今天早上我30年的兄弟 就过世了 这就是高端的问题 谈政党是非的 不要来我这里留言 我没兴趣 底下还有一些帐号 是绿营的朋友 回去检查了他之前 每个每天都要骂国民党 所以他绝对不是说什么 国民党的在做政治操作 他就是觉得打完疫苗之后 他那个人是夺力挺高端的疫苗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账号 我也不确定那账号真的假的 大家自己去判断 总之这账号就留言说呢 陆大哥一定不会希望 你攻击民进党 就都到什么时候了 竟然还有这种荒腔走板的言论 所以你去看 昨天打高端的时候 很多民进党的侧异网红 他们纷纷嘻嘻哈哈 说什么呢 说是不是副作用 我肚子好饿 他在干嘛 他就讲说高端很好 没有什么副作用 没有不舒服 没有你们讲的那样子 就是肚子饿而已 故意用这种好笑搞笑的方式 想要去把自己的身价给提高 去贬低他人 去贬低先前 认为高端可能有疑虑很危险 不符合科学要小心的这群人 讲得好像这些人很笨一样 讲得他们好像很白痴一样 就今天就出事了 所以不要再嘻嘻哈哈了 我要讲我从来没有 反对任何人去打高端 你爱打你去打 我们想要打BNT的 我们自己去排队 但是不能承问打 对可是你不要去把 你打高端 讲成一件就是说 不打高端就是不爱国 这个你们的质疑 全部都是在扯国家的后腿 不是的 因为高端本来就有很多 是必须要去质疑他的地方 因为他在科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如此 比如说保护力 所有在排高端的 你去问他们 那请问你打了之后 你的保护力是多少 第一剂是多少 第二剂是多少 碰到这个Delta病毒之后 是多少 没有人打得出来嘛 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直在讲说 没有副作用 因为没有副作用 变成他们这个疫苗 唯一标榜 就是说呢 打了其他的疫苗 可能有这种问题 但是打我这个高端 不会有 可是问题是我当初就讲了 你的研究 你只做了3000人而已 当时AZ的血栓问题被找到 是打了百万人之后才找到的 所以你只做3000人而已 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大规模施打之后 他可能的副作用有哪些 他的几率是多高 你没有办法知道的 因为你只做了3000人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 都必须要做到三四万人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今天你不能告诉我 说这个人他是心肌梗塞 所以他跟打高端无关 因为你的Data Base太小了 有可能有关 但是你打的规模不够大 世界上也没有人跟我们去买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真的不要再嘻嘻哈哈了 还好台湾人是很聪明的 今天最新的这个民调 绿营的 绿营智库的民调吧 偏绿的智库的民调 也做出来了 愿意去打高端的 占全部的比例多少 11% 而且呢 这只是他接到电话说他愿意 实际上面在台湾社会当中 有去登记的 就是8%而已 最后预约就是5%而已 所以你有预约还不真的会去打呢 所以说其实台湾人是很聪明啊 一大堆民进党说我挺高端 我挺高端 结果呢你看谢志伟好了 说他要站在最前线挺高端 但是呢他身上打了什么 打了两剂的AZ 所以说民进党 不要再用这种 像昨天蔡英文 他在脸书上做了一个这个 卫福部做了一个大头贴的框 说大家一起来打疫苗 中间少了两个字啊 大家一起来打高端疫苗 你这个框你早不做晚不做 你之前AZ跟莫德纳在打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呼吁大家来打疫苗呢 怎么现在只剩下高端 唯一选项的时候才来宣传呢 所以中华民国总统不要变成 某一家民间厂商的业务 不要变成某一家民间厂商的代言人 这样非常难看